就是这个女人 就是她 当年亲手杀死你娘 还有你这个亲爹 居然帮着凶手 隐瞒了这么多年 月轩 你娘死得好惨哪 你说这笔账 该不该算清楚啊 当年朗老板跟一个家里头 叫胭脂的丫鬟要好 但后来迫于朗家的压力 无奈只好娶了朗太太为妻 而这个可怜的胭脂丫头 却被朗太太私下 赶出了朗家 殊不知 当时这个叫胭脂的丫头 就怀上了朗思年的骨肉 我想你们应该能够猜到了 朗思年的这条血脉 究竟留在了谁的身上 后来这个胭脂 就带着身孕嫁给了我 月轩 要不是朗思年当年 硬要把你带走的话 很可能你现在 就是我的儿子 实际中意闭嘴 这是我的家事 怎么 朗老板 你敢做不敢当吗 要不是当年你一直 背着我跟我的女人 私下来往 让朗太太知道了之后 一怒之下就动手杀了胭脂 她以为这件事天衣无缝 却没想到被我目睹了一切 月轩 你看好了 这就是 当年朗太太杀死你娘的凶器 你自己看看他们两个人的样子 难道你还分不出来 我说的是真是假 你说 这个仇 你是不是应该跟你爹娘 算个清楚啊 明天一早 我就准时来收回这个宅院 今天就是你们在这个宅院里 共享天伦之乐的最后一夜了 爹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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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怎么样 老爷 没事吧 老爷 老爷 爹 世纪周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 你想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月轩 海棠 是时候把真相告诉你们了 当年 有一次我到外地办活 回来才知道 燕池已经被赶出了朗家 我一直以为 自己嫁给了昆阳城最好的男人 却没想到 一切都是噩梦的开始 这个男人 他根本不爱我 他的全部心思 都在那个丫鬟身上 春言 自从我跟你成亲之后 我很清楚 自己是你的丈夫 但你的心却时刻都在他身上 这个才是真正折磨人的 我狠透你了 我要断了你们之间所有的念想 所以我闭着燕池 嫁给了朗里春的伙计 施己诚 太太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说 今天我在街上 看见老爷 跟那个叫燕池的姑娘 凑一块儿去了 这事不要伤着 您心怒 我今天跟您说完后 保证这事烂在肚子里 下去吧 是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 从前在朗家勾引老爷 现在嫁了人还不守本分 我这就找你的丈夫 让他好好管教你 走啊 不是 让他 走啊 不是 让他 走啊 不是 让他 走啊 走啊 不是 让他 走啊 不是 让他 不是 让他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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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让他 放手 都是我不好 我因为嫉妒 我就措手杀死了燕池 这个家弄成这样 都是因为我 你 月轩 对不起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你可是我从小 最亲最爱的娘啊 月轩 你也是娘 也去等爱的儿子 娘 那个怀太时月 把我生下来 我应该喊娘的那个人 早就不在了 我甚至都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 真的对不起 月轩 错在我 一切年缘都是因我而起 害你们两个孩子失去了至亲 老爷 您这话是说 我爹的死 也跟这件事情有关 我赶到的时候 胭脂已经断了气 她的脸被划破 我投受了重创 我让全叔 找来当时最负盛名的化妆师 顾顺奇 就是你爹 来帮我整理胭脂的衣服 我想 能够让胭脂好好走完 这最后一程 这件事 我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 所以我让你爹 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你爹的手法是出神入化 颜值就跟活了一样 也正是因为这样 施济州盯上了你爹精湛的技法 和他手上的腹龙膏 施济州寄予你爹的配方 所以在我离开以后 对你爹威逼利有不过 便设计将你爹囚禁起来 那我爹到底是怎么死的 那天回家以后 让你爹地走 尚师傅过来找我 他告诉我 月轩是我的儿子 我就马上跑去找施济州 当时我见施济州 正追着顾顺奇和月轩出去 于是我便马上跟上 等等 老老板 我先给你看一样东西 这个发簪你认得出来吗 我跟你说个有趣的故事吧 胭脂就是朗太太杀的 你说如果我把这只发簪 交到寻补房会怎么样啊 不过你放心 我呢不会闹得两败俱伤的 我跟你商量个条件如何 就是这样 我和施济州谈好了条件 他把春炎杀死胭脂的事 吞回肚子里 我也不替他杀死顾顺奇的事 而且 我还给了他一笔钱 然后把月轩带回了家 从此跟他断绝了关系 这个孩子啊 从今以后 他就是你们朗家的养子 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我发誓 我绝口不提 我希望你也一样 施济州就是拿着这笔钱 创办了十行路 我爹明明是去帮忙的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海棠对不起 至情不报 就等同于帮凶 海棠 月轩 好一个真相大白 简直就是一出闹剧 你们不觉得可笑吗 允明 你就少说两句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 你们做了这么多错事 还受到别人的尊重 而我呢 我错在哪儿 你们却要这么指责我 我才是最无辜的那个 爹犯下的错 会用后半生来赎罪 岳明 岳明 我希望你能放下承见 无论朗家 跟朗里春今后何去何从 你要立下遗嘱 朗家的一切 和朗月轩无关 你疯了 我没疯 我只想拿回本应该属于我的一切 哪怕朗家成了一个空壳 也要给我个公平的说法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吼什么气啊 这个家 有我没他 你们自己选择吧 岳明 难道在你眼里 我们父子俩的情分 还不如朗家这一堆烂贪子吗